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差太大 就算是算计得再好 也有可能丢掉自己的小命 莫无忌还站在飞船前面思考 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干掉追杀者的时候 飞船忽然剧烈摇晃起来 还没等莫无忌明白过来 他的神念就扫到了无穷无尽的妖兽冲了过来 这群妖兽看起来像是蝎子 伸着两个巨大的钳子 尾巴油若一根钢鞭 更让人头皮发炸的是 这群妖兽长着密密麻麻的脚 大的足有两三米长 小的亦有一两尺长 莫无忌几乎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掉转了飞船的船头 这种东西他还是头一回见到 却不是头一回听说 在甘露的时候 楚千楼说过的星空兽里就有这种星空蝎 而且星空蝎在各种星空兽中排名还靠前 这种东西单体战斗力不强 但是星空蝎的战斗从来都是一拥而上 而且这种东西还含有剧毒 无论是被咬被夹或者被遮都会中毒 咬一口中一次 无穷无尽的蝎子蜂拥而上 一旦被咬得多了 就算是毒素的堆积亦可导致致命 就算是真神性强者 被无穷无尽的星空蝎给困住 也很难逃出生天 一见莫无忌飞船回来 那真无尽休士是大戏 毫不犹豫直冲莫无忌的飞船 同时双刃披下 莫无忌知道 如果他不收起飞船 就这一下肯定会毁掉他的飞船 他是可以借助飞船挡上一下继续逃走 可是他的飞船都被毁了 他往哪儿走呢 他借着中别的飞船 速度可不如这真无尽休士来得快 莫无忌收起飞船 以百零二条脉络中的原理同时流转起来 狂暴的力量通过天机棍直接轰了出去 这个时候 他根本没有举巧 只能选择硬碰硬 轰的一声 随着原理爆裂 莫无忌张口就是一道鲜血喷出来 整个人直接被卷飞了出去 正好迎上了那群铺天盖地而来的星空蝎 此刻那真虎警修士同样明白了为何莫无忌要逃回来 数量如此多的星空蝎 即便是他同样得逃 可惜的是 他因为急着想追杀莫无忌 虽然把莫无忌卷入星空蝎群 他自己也同样陷入其中 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如何挡住这些星空蝎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此刻莫无忌周身雷光闪烁 无数星空蝎被他的雷虎红杀 遮掩实的莫无忌松了一口气 这些星空蝎的战斗力低下 最强不过相当于元丹初起 很多只相当于脱帆 驻灵 甚至是脱迈境而已 星空蝎的战斗方式就是咬和遮 莫无忌发现一些强横的星空蝎还能射出无形的毒针 他不小心同样是中了两针 好在他身上的解毒丹多 第一时间就逼出了毒针 吞下了解毒丹 到了这时候 莫无忌才知道应该拥有一件防御法宝 他在自己的法宝戒中翻了好一会儿 这才找出了一个有些破旧的凹形盾 这凹形盾还是当初炼化了金箍木的戒指之后得到的一件不错的灵气 莫无忌一边不断轰出雷弧 一边以最快的速度炼化了凹形盾 期间又是几枚无形毒针射中了他 凹形盾一寄出来 瞬间幻化成三面凹形防御槽 这让莫无忌瞬间压力大减 此刻莫无忌自己都想骂自己了 居然没有想着先炼化几件防御法宝 果然是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经过今天的事情后 莫无忌知道了法宝还是多炼化几件放在身边 不会有坏处 好在如今星空歇虽多 实力却不高 让他有机会炼化这防御灵气 莫无忌赶紧在储物戒中继续翻找 他发现身上的防御法宝 除了这件之外 还有两件同样的稍微差些的防御护具 这两件护具都是他从真神镜修饰的戒指中得来的 他很少见到有人使用防御灵气 不知是不是因为防御灵气的价值比一般的进攻灵气价值要高 可惜的是 他那件天污蚕丝宝衣早已被毁 如果没被毁的话 留在这时候还是有些用处的 再次迅速逼出了毒针之后 莫无忌的雷狐大片大片洒了出去 周围的星空歇亦是大片大片的被轰杀 这种战斗力较低的星空歇 莫无忌估计自己的清金之心会更加好用些 可是现在他可不敢拿出 至少在那真狐修饰没被杀之前 他不敢随便暴露自己的清金之心 清金之心真不珍贵 根本不用去思考 只凭他差点几次丢掉小命才弄到手 就知道这东西不是一般的珍贵 莫无忌来到这修真世界后 清金之心算是他获得的最辛苦的一件宝贝 而且也是他身上唯一一件像样些的宝贝 此时 当莫无忌的神念落在了那真狐净修饰身上时 才发现这真狐净修饰同样没有防御法宝 此刻他的处境比自己还要不如 尽管他的实力高 可是他缺少群杀伐计 那大片任盲挥出去 的确每一次都有大片大片的星空蝎被杀 可架不住实在数量太多 这么多的星空蝎 就算这真狐净修饰再强 杀掉再多 迟早也会因为力竭而被星空蝎给干掉 这让莫无忌心头大喜 一边不断轰杀星空蝎 一边再次抓住了一件防御盾出来 当再次炼化着防御盾的时候 莫无忌就知道自己干了一件白痴的事情 两件防御灵器同时祭出 他的神念立即出现了盾制 仅仅片刻功夫 他就接连被几枚无形毒针射中 莫无忌赶紧收起了后面炼化的防御盾 面色苍白逼出了毒针 用大片的雷击把星空蝎挡在了外头 莫无忌终于明白 为何很少见到修士用防御法宝了 防御法宝消耗的神念实在是太多了 若非他有一百零二条脉络支撑 甚至在人界就开始淬炼神念 他也许早就坚持不住了 可即便如此 他也能猜到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一想到这儿 他自是无心恋战 歇战歇退 想在这种星空蝎群中逃走 没有大杀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群星空蝎虽然是疯狂的前辅后继地涌上了 但也并非一点智能都没有 比方说 他一旦想突围 更多的星空蝎就会将他突围的方向全部堵起来 要突围可以 必须先干掉这真狐镜修士了 那真狐镜修士正在疯狂轰杀周围的星空蝎 他的身上同样被射上了许多的毒针 此刻根本无暇 顾及莫无忌 在他看来 自己坚持都如此困难 莫无忌肯定更加艰辛 莫无忌趁乱 已经靠近了真狐镜修士身后不远 趁着这真狐镜修士轰杀周围星空蝎的时候 他射出了十数的无形箭 同时几个大雷球轰向了眼前的真狐镜修士 这真狐镜修士被无穷无尽的星空蝎困住 无时不刻不在杀戮之中 他只想早点冲出去 哪还能分辨出周围的空间波动 等他发现这几道异常的空间波动时 已经迟了 两道血光从这真狐镜身上射出来 这名真狐镜立刻就知道自己被暗算了 他赶紧测一开来 可还没等他站稳脚跟 两声剧烈的雷球轰炸声也在他的脚下响了起来 他的双腿直接被雷球炸去 周围的星空蝎自是更加猛烈的扑向了他 这真狐镜修士绝望的转头看向了墨无忌 他甚至没有去抵抗那些扑来的星空蝎 他知道就算是墨无忌收手 今天他也是必死无疑 他这种情况肯定是冲不出星空蝎的包围了 墨无忌自然不会有半点手软 他甚至没去逼身上刚刚种的树道毒针 又放出了一道无形剑 这无形剑气直接穿过了真狐镜修士的眉心 这真狐镜修士手一松 整个人彻底消失在了星空蝎群之中 墨无忌赶紧再次轰出一堆雷狐 将周围的星空蝎破开了一线 然后才来得及吞下了几枚解毒弹药 只是这片刻功夫 那真狐镜修士连渣子都消失不见了 他已经被无穷无尽的星空蝎吞噬了个干净 这些星空蝎在吞噬了真狐镜修士之后 犹如狂风恶浪一般直接涌向了墨无忌 墨无忌收起凹行盾 神念驱动之下 行金之心化作一道火焰原罩护住全身 然后疯狂的向外冲了出去 若不再赶紧出去 哪怕他有三条处缘落 最后怕还是会生生累死在这包围之中 无数的星空蝎 一碰青金之心的火焰外围 就直接化作飞灰 莫无忌暗自庆幸 幸好这星空蝎只是数量多 抵抗能力并不是很强 一旦遇见了抵抗能力强的妖兽 即便他用青金之心布置下了周身的护盾 若是那些抵抗能力强的妖兽 一如星空蝎的涌动 那他的护盾同样支撑不了多久 这青金之心被他炼化之后 攻击能力可是远没有无主时候强的 不过对此莫无忌倒不是很担心 他知道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青金之心肯定会晋级的 话说回来 密密麻麻的星空蝎 被青金之心直接扫上 而更多的星空蝎则是本能地 挡在了莫无忌逃亡的退路上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